那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到 就是说有关于饥饿现象 那我们在介绍starnation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谈一下 可能会发生starnation的情境是什么 我们来谈starnation的时候 它的情境是什么 好来 OK 情境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你所有的process 感谢观看 现在这个情境啊 就是目前呢 你plus也都在redd柱上面排队 在机体的redd柱上面排队 还没有进到cpu上面做实行 还没有到cpu上面做实行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情境之下 为什么starnation会发生 我们先来看一下 starnation这个现象 是什么 和它的定义为何 来 各位看一下 starnation指的是说 有某一些process 因为长期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 来完成其工作 造成自身无穷停滞的情况 长期无法取得足够的资源 完成其工作 代表你长期抢不到饭 抢不到饭就很可怜嘛 就是肚神二把对不对 恶雪就会挂掉嘛 同样的process也是一样啊 process如果说在你的系统里面 如果一直想不到资源 它就会一直被爱走住 就会一直被爱走住 造成它自身无穷停滞 好 那你看哦 这样子一个无穷停滞的情况 它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 它是发生在我们系统内部 不公平的情况 OK 好 在这个不公平的环境 可能会发生starnation 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 哇 你使用的排班程式 它是属于可抢先的 哇 那更雪上加霜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什么叫做公平 什么叫不公平 如果说今天我们称一个CPU的排班程式 它是属于公平的这种情况 代表说它会对RadioQ里面 所有的process配置都会很平均 也就是说我不会有大小眼的情况 你在RadioQ里面 可能有一大堆的process 等待着到CPU上面去做实行 可是你这个RadioQ里面 所有process 它们的权重priority 可能不一样啊 有的priority比较高 有的priority比较低 有可能这种情况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公平的 这种CPU排班程式 那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它就比较不会大小眼 它会让每个process 都有机会去使用到CPU 都会让每个process 尽可能都会使用到CPU 它是属于比较公平的 CPU的排班程式 好 那如果说是属于不公平的 那种CPU排班程式呢 就可怜的了 你低优先权的这些process 就可能被人都抢到CPU来做执行 因为呢 基本上它对每一个process的配置 是很不平均的 也就是说呢 可能有一些的排班程式 它是对高优先权的这种process 它比较有兴趣 你是老大女流氓 我怕你 我让你先进来 那这个时候呢 比较胆小 比较熟耀的 就排到后面 这时候你看呢 那些比较胆小的人 排到排到他们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 从系统外部 就棒棒棒棒棒棒 进来一边流氓 那这时候呢 这些很可怜 比较胆小的process 又被挤到 那个radiq的后面去了 所以说呢 这些低优先权的process 很有可能它一直抢不到CPU 一直抢不到CPU 那所以说呢 这一类的排班程式 我们称之为它是不公平的 所以说你看看呢 如果我们的电脑系统 它是属于不公平的环境 也就是说呢 这个CPU的排班程式 如果它是属于不公平的情况 那此时呢 在radiq里面的这些process来讲 它很有可能会发生 饥饿现象 因为低优先权的process 一直抢不到CPU 来 那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饥饿现象 常发生在不公平的情境 如果再加上 你是可抢先的 它就更惨 更雪上加霜 为什么呢 你这样看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 低优先权的process 它在不公平的情况 好不容易 总算轮到我了 我先到CPU上面去做实行 其实我看呢 它在CPU上面 执行它的工作的时候 也是执行的胆带薪金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目前的 这个CPU排班程式 是属于可抢多的 也就是说呢 它在CPU上面做执行的时候呢 如果说这个时候 从系统外部 又跑进来一个 高优先权的大流氓进来 那有可能 我们的CPU排班程式 会把这个正在执行当中的process 把它从CPU上面拉掉 可怜了嘛 它好不容易抢到CPU 你又把它硬生认为抢多重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如果说今天 你在不公平的环境之下 再加上可以抢多时 它就更惨了 你这个肌肉现象 就会一直不断的反复发生 那有些process 真的就会硬生生的 臭死在你的系统里面 也不能讲臭死 它就会一直无穷停滞 在你的系统当中 一直无法完成它的工作 它甚至属于肌肉现象 那在我们的电脑系统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 这样一个肌肉现象呢 它的解决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 好嘛 既然它是会发生在 不公平的环境的话 那此时 我们在选用CPU排班程式的时候 我们就去挑一个 公平的排班程式 来做使用 这样子的话呢 starvation就不会发生 我们跟各位讲过 其实啊 我们接下来要教各位 八种不同的CPU排班演算法 而这八种不同的CPU排班演算法来说 有的是公平的 有的是不公平的 OK 好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想要避免掉 所谓的starvation 这种现象的话 我们就要尽可能去挑那些 公平的CPU排班程式来做使用 好 那这是第一种解决方法 那如果第二个 你的系统本身它已经采用 不公平的CPU排班法则的话 那你又该怎么做 那此时我会采用所谓的agent 老化的技术 这老化的技术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来把定义 念给各位听 我们的作业系统 每隔一段时间 会将待在系统内 时间很长 且未完成工作的这些process 逐步去提高它的优先权 priority value 把它优先权值逐步提高 因此经过一段有限时间之后 其优先权值会变成最高 进而取得其所有资源去完成工作 这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你今天筷子抢久了 你就可以去抢老师的筷子 懂意思吗 对 你今天被人家抢久 你就可以相抢到了 所以说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是当你今天一个plus在系统里面 如果你待的时代很久 一直拿不到资源 资源一直被人家抢走 那这样的话呢 每隔一小段时间的时候 做一些 我就是把你的优先权值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慢慢拉慢慢拉 一直拉到总有一天 你是所有process里面 入先权最高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 不会造成 无限期的无穷停滞 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基本上来讲 所谓的老化技术指的是说 当你今天 待在系统里面够久 那这样子的话呢 总有一天 你就会变老鸟 你就可以进而去取得 你所有的 要执行的资源 OK 这是属于老化技术 但是呢 这个老化技术的使用 它有一个限制喔 什么样的限制呢 就是 如果说你今天 你所在的系统环境 它是属于即时系统 也就是说 假设你是在核能电厂工作 假设你所管的这部电脑系统 这部server 它是在监测 所谓的核能安控的话 那此时你就不能使用这个老化技术 为什么呢 你们看一下 底下有跟各位讲 软性即时系统 它不会采用 原因是啊 今天你想想想看喔 假设这个很能安控系统 是你一管的 对不对 那你在管这部电脑系统的时候 有时候很无聊 有些人就是实在是手很贱 会给他去偷偷观一些游戏 在里面玩 OK 可是这一游戏来讲 它的优先权应该是要最低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你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 可能 不断的会有警报系统进来 警报讯息进来 对不对 那这些警报讯息它的优先权 都是最高的 你必须要马上去做处理 所以说呢 当一些警报进来之后呢 你的Game马上就会被中断 OK马上就会被中断 然后你就要进而去处理一些警示讯息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在你的系统里面 你采用老化技术 总有一天你的Game 变成是整个电脑系统里面 是老大 你Game没打完之前 你的警报系统是进不来的喔 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那基本上 就我们的即时系统来说 它绝对不允许你采用 所谓的老化技术 原因是 你低优先权的永远都是低优先权 高优先权的永远都是高优先权 你一定要马上处理 你不可能让一个低优先权的工作 让它有机会变成高优先权的工作 然后去占据 那个真正紧急的工作的执行 你不能这样子干 所以说呢 在我们的即时系统里面 它是不允许采用老化技术 好 所以说呢 这是starvation 激烈现象 来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喔 基本上来 我们的排斑演算法 我们要交这 1234567 要交7个排斑演算法 那我们这些排斑演算法里面的话呢 我们介绍 叫做先到先做 这样子一个 那个CPU的排斑演算法 那排斑演算法是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喔 基本上所谓的first count service Service来说的话呢 它的定义就是 你到达时间 越早的这些process 你就越优先取得CPU的控制权 OK 越早到达的process 你就越能够早点取得CPU的控制权 好 这是先到先做 这样子一个CPU排斑准则 来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喔 我们先看一下后面的范例 我们先来看后面的计算范例 让它各去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first count first service 基本上来讲 不论啦 你们是要 现在要解first count first service CPU的排斑演算法 或者是未来的其他的那些 排斑演算法来说 只要看到相关的例子来说 我们都会先去画 所谓的干特图 当你今天把这个干特图 画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些工作 他们的平均完成时间 以及平均等待时间 去做一个计算 让各位去体验一下 这不同的排斑准则 它的一些效能 让各位去做一个评断 好 那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现在 有三个process 进入到你的系统里面来 有三个process 进入到你的系统里面来 叫做P1 P2 P3 那这三个process 他们所谓耗费的执行时间 分别是24个时间单位 三个时间单位 三个时间单位 OK 这边的CPU first time指的是说 每一个process 会去花费CPU的执行时间 到底是多少 OK 你说它执行工作时间 到底多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process 到达系统的时间 都是零 也就是他们这三个工作 同时一起到达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当今天这三个工作 同时到达你的系统里面去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它在你们的系统里面 会形成一个Q 会形成一个注列 它们的顺序分别是P1 P2 P3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觉得很奇怪 哎老师不对啊 你说上面这三个process 到达我们电脑系统的时间 都是为零 那怎么会有这个到达顺序呢 它们三个不都是 应该是一样吗 是啦 没有错 问题是呢 我们跟各位讲过 因为呢 在我们的电脑系统里面 你所有的process 都会形成一个Q 这个Q 那叫RayDQ 而这个RayDQ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CPU Schedule 它会去挑选工作的地方 所以说呢 虽然你这些process 虽然都是同时到达我电脑系统里面来 但是呢 此时 你这三个process 在我们的CPU前面 还是会形成所谓的RayDQ 在我们的记忆体面 它们三个 还是会形成一个Q 一个RayDQ 好 那此时呢 因为它们这三个 的到达时间都一样 皆为零 所以说它们形成 这样子RayDQ的一个顺序来讲 它就是随机的一个顺序 那以目前来讲 这个顺序是P1 P2 P3 当然有可能 P2在前面 P3在后面 P1在中间 也有可能 它是Random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们到达 系统的时间 都是一样的 都为零 所以说呢 现在目前这边的到达顺序 也就是在RayDQ里面的顺序 目前来讲 它是P1 P2 P3 这是随机获得的 OK 你想想看你去电影院 买票的时候 假设一堆人一起到电影院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人可以一起买票吗 不行嘛 它们一定要在售票格前面 要去排队嘛 所以说呢 总是说你今天 你的到达时间 都是一样的情况之下 可是 电脑系统 会对你同时到达的这些工作 去做排列 也就是说 它这个时候 会在系统里面 形成一个助列 让这些工作 去做排队的工作 但是呢 这个时候谁排先 谁排后 就没一个准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系统里面的Process 它的排列順序是P1 P2 P3 那这个时候 我是采用First Count First Service 先到先做的 这种 CPU的排版准则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求 在这样的排版准则之下 它们的平均等待时间 以及平均完成时间 分别是多少 那所谓的等待时间 是什么东西呢 所谓的等待时间 是指说 当你今天一个Process 进到系统里面去 一直到 你拿到CPU 执行你的工作的 这一段时间 叫做等待时间 这样可以吗 那完成时间是什么呢 完成时间是指说 当你一个Process 进到系统里面去之后 一直到完成你的工作 滚出系统为止 的这段时间 叫做完成时间 OK 这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啦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三个工作的干特图 把它画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一开始 是先会执行 Process 1 第一个工作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各位看一下喔 这个Process 1呢 它会先执行 执行到24个时间单位之后 接下来换Process 2 P2去做执行 那P2的话呢 我们跟各位讲过 它只会执行三个时间单位 因此呢 它执行到27 好 这样子一个时间单位之后呢 接下来就会换P3 这个工作去做执行 这样子 可以吗 所以说呢 基本上这三个工作 它的干特图画起来 就像这个样子 好 那我这个时候呢 我就透过这个干特图 我们去计算一下 平均的等待时间 以及平均的完成时间 分别是多少 来 我们先来算一下 每一个Process 它们的等待时间是多少呢 等待时间 平均的我现在是等待时间喔 来 以Process 1来说的话呢 它的等待时间是多少 0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一进到系统去之后呢 它马上就抢到CPU 所以它的等待时间是0 OK 来 那以工作2 P2来说 P2的话呢 它的等待时间是多少 来 请问各位 以这个干特图来说 它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开始执行 记住喔 开始执行 它是不是在第24个时间单位才开始执行 也就是说 它是在第24个时间单位的时候 才抢到CPU 所以说它的等待时间是24-0 也就是说呢 所谓的减0是指说 减掉它的到达时间 因为我们各位讲过 所谓的等待时间是指说 一个Plus进到系统里面去之后 一直等到它拿到CPU P2开始执行工作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叫做等待时间 所以说以P2来说 它的等待时间是24 那以P3来说的话呢 它的等待时间是多少 27 它是在第27个时间单位的时候 才拿到这个Process OK 这样子可以吗 所以说呢 这三个工作 它们等待时间 我们都知道了喔 所以说 平均等待时间是多少 就是三个相加除以3 有喔 所以平均等待时间就是17 平均等待时间就是17 可以吗齁 好 那这边也跟各位讲了啦 我这边所谈的每一个等待时间 基本上都是啊 拿到CPU的时间点 减掉Process的到达时间 这样子一个计算方式 就是每一个Process它的等待时间 到底是多少 好 因为我们跟各位讲过嘛 你到达系统里面 一直到你拿到CPU 开始执行工作 这段时间 就是你的等待时间嘛 OK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喔 那我们的平均完成时间咧 我们的平均完成时间是什么 来 一样 我们先从干特图来看 P1什么时候完成 第24个时间单位嘛 对喔 那P2什么时候完成 第27个时间单位 P3是在第30个时间单位完成 所以说呢 24加27加30 会不会 有没有 再除以3嘛 就变成27 可以吗 好 基本上来讲 这边每一个Process 它的完成时间来说 它是完成时间 减掉到达时间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跟各位讲过 每一个Process 它的真正的完成时间指的是说 它一进到系统里面去 一直到它所有的工作 全部执行完滚出系统 为止的这一段时间 叫做每一个Process 真正的完成时间 OK 那这边就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说呢 当我们今天呢 对于所谓的 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它的工作概念 以它的定义 稍微有点了解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质 首先它的特质 第一个 它很简单 抑郁制作 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先到先做嘛 这是所有可能的排班准则里面 最简单的一种 然后第二个 它的排班效益最差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来讲 以所谓的先到先做 这样子一个排班准则来说 最惨的情况之下 它的平均等待时间 或我们讲平均的完成时间 有可能是所有排班准则里面 最长的 耗费最长的 为什么呢 基本上 之所以它的排班效益最差 是因为它会产生所谓的 互惠效益 所谓的covering effect 互惠效益 那互惠效益又是什么东西呢 所谓的互惠效益指的是说 有很多的process均在等待一个 需要很长CPU time 来完成工作的process 造成整体的平均等待时间 大幅增加的一种不良现象 这个不良现象 可能你们现在光看这个定义 可能看不太懂 我们举一个生活化的意思给各位听好了 比如说现在各位 你们要去银行去提款 那提款 假设那个银行实在没有提款机 你只能拿着你的提款法去柜台 排队等着做提款的任作 假设各位 你们排队提款的时间 每个人只要花一分钟 就可以提到你的款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你们现在进到某家银行去排队等的提款 对不对 结果先在你前面好时不时卡一个人 这个人是在做定存 那定存来讲的话呢 大概平均要花30分钟才有办法把一个定存的顾客给搞定 那你想想看 假设我后面排了一大堆 拿提款卡提款的人 结果 这些人 基本上都会等那个的办定存人 办完之后 我后面的人才能去做接下来的执行动作 那你们可以回去算算看 这样子的等待时间 就会被大幅拉伸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把范围讲的再窄一点好了 假设只有一个定存的客户要办 可是有三个要提款的人 那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这三个提款的人 他原本提款的动作 分别都只要一分钟 他就可以执行完了 可是现在 他们居然都要等到前面那一个定存的人 办完之后 我才能去接着做我提款的动作 所以说我后面这三个提款的人的话呢 他们的等待时间是不是都要30分钟以上 每一个都要30分钟以上 那这样很像你 你平均下来 等待时间是至少 0加30加31加3233 比如说 我们刚刚讲的啦 这边 30 每一个人只要一分钟 后面提款的每个都只要一分钟 对不对 31 32 那你看看喔 我第一个提款的人 他的等待时间是30分钟 第二个提款的人 他的等待时间是31分钟 第三个提款的人 他的等待时间是32分钟 30加31加32 加起来除以3 每一个人平均等待时间多少 他很可观喔 所以说基本上这种情况就叫做所谓的互惠效应 那基本上这种银行你不要去也罢 OK 好 那这个互惠效应的话呢 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他就是互惠效应的一个实际的case 你看喔 我们这三个工作里面 第一个工作 他划入的时间最长 可是他偏偏 他抢到第一个 有没有看到 那所以说你看喔 他们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7 平均的完成时间是27 可以吗 可是我反过来 如果今天 我让这些比较短的工作先去做执行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 就在你们下一张投影片 你看喔 我现在如果让一些比较短的工作先去做执行 比较长的你滚到后面去等待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去计算他的平均等待时间跟平均完成时间 你会发现到差很多 有没有看到 以平均等待时间来说的话呢 只要三个时间单位 那以平均完成时间来说的话呢 只要13个时间单位 欸这差多大啊 所以说你看喔 因为以到达税序的不同 而产生差距颇大的平均等待时间 以及平均完成时间 这种情况就称之为所谓的互惠效应 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互惠效应 所以说呢我们为什么讲 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它的那个排班的效益来说 它相较于其他的排班的效益来讲 它的效益可能是最糟的 原因是我们的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来讲 它就是怕碰到所谓的互惠效应 碰到互惠效应就没责了 就没办法了 那所以说呢基本上 它会产生所谓的互惠效应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啦 来那我们来看看呢 有关于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来说的话 它是属于公平的排班程式 为什么我们讲公平呢 原因是当你今天开始排队了 当你今天这个process开始排队之后 纵使说你外部系统有高优先权的进来 你也可以乖乖排在后面 原因是呢 我的排队那个优先顺序 是依照你进入到这个系统的时间点而定 所以说呢 你比较后来的这个process 你纵使这个process 它的本身优先权很高 高过前面的其他所有process 但是你还是只能排在后面 慢慢等 所以说呢 基本上来讲 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它这种排班程式 它是属于公平的 来 因为公平就不会产生 starration 饥饿的现象 因为当你今天啊 排队当中的每一个process 总有一天 会轮到你去执行你的工作 所以说呢 你在排队的这些process 不会发生饿死啊 你不会有人活生生被饿死掉 所以说呢 在所谓的公平环境之下 基本上就不会产生 starration 来 最后一个 基本上以这个排班程式来说的话呢 它是属于 不可抢先的这种排班程式 什么不可抢先呢 就是指说 如果有一个process 在cpu上面做执行的 那除非啦 这个process 自用上去cpu 否则的话呢 没有人可以把它赶走 从cpu赶走下来的 不可以的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种failconfer service来讲 当今天有process 在cpu上面做执行的时候 他必须要等到这个process 完成他的工作 或者说他自用上去cpu之后 我们的这个排班准则 他才可以从我们的ready queue里面 去挑选下一个要执行的工作 到cpu上面做执行 所以说呢 它是属于 不可抢先的这种排班准则 它是属于不可抢先的这种排班远算法 o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跟各位提到 有关于这个排班远算法的部分 这是最简单 但是呢问题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多 效益比较不好的一个排班远算法 我们接下来跟各位谈到另外一个 叫做所谓最短工作优先的这种排班准则 它的最短优先的工作排班准则的话 叫做所谓的shortage job first 这schedule来讲的话呢 我先跟各位稍微提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课本是把所谓的最短工作优先的排班准则 它分成两大类 SJF的排班法则齁 SJF的排班法则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它被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做不可抢夺的那个SJF 寓意叫做可抢夺的SJF 基本上我们课本所提到的SJF排班法则 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属于non-preemptive 不可抢夺的SJF 另外一种是所谓的preemptive 可抢夺的SJF 那这种可抢夺的SJF的话呢 我们后面给它另外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SRTF 这个可抢夺的SJF的话呢 在我们后面有跟各位提到 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SRTF Short is remain time first 这样子一个排班准则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你不可抢夺的SJF的话呢 就是我们传统的 最一开始所被发展出来的SJF 所以说我们底下 这边所谈到的SJF的话呢 指的是不可抢夺的 指的是不可抢夺的 这样子可以吗 先帮各位做区分 先帮各位做区分 因为课本上来说 它并没有把这一块分得很好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SJF的排班法则 它是被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可抢夺的 一个是不可抢夺的 那可抢夺的话呢 是近期被发展出来的 它是从SJF所衍生出来的 所以说呢 SJF到近期来讲的话呢 也分成这两大类 那这两大类的话呢 我们现在底下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早期不可抢夺的SJF 那我们待会底下还会介绍 另外一个叫做SRTF 这个SRTF的话呢 就是属于可抢夺式的SJF 今天就去分别一下 这两个不同类型的 这种SJF排完准则的定义 ok